有一個直播族就跟我們檢舉說 有個知名網紅奎丁偷拍側錄他的私密畫面 今天看兩次了 做不了二次 一開始搶頂這樣 真是的 直播太大了吧 自己的人 他們兩個當初的聊天的過程是非公開的內容 所以只要你去側錄 不管你是用任何機器 然後去錄了照片影片或是聲音等等 本身就已經違反了妨礙秘密罪 又去把這些內容散佈的話 那又是最上加罪 我主要是習慣這種角度去實測 我最主要只是有打給不同的主播 然後我是有收入不同的聲音做後製演技 這以上的部分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沒有做側錄 就是我們自己補錄之後 在電代碼拍到下面 所以是沒有拍攝直播主隱私部位的問題 都會蠻保護女生的 我不會做這種就是 把人家的私密槍放在上面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他其實只要錄到對方的聲音 就已經妨礙秘密了 不管他有沒有拍到照片 他本身是說 他當時根本就不知道說他自己被偷拍了 他的聲音被PO在網路上 他才驚覺說 哦 原來我被偷拍了 沒有合作關係 他是說 那你可以露嗎 這個男子是偷拍的體驗男子 然後我就露了 我的胸部 跟我的 秘密處 他並沒有說 他是要自己秘密 然後他會錄你 他跟這個直播平台反映之後 你知道這個直播平台 為了要請他放棄自己的相關權益 就跟他說 我會送你一千三百積分 多少錢 三千塊 三千塊 那像這樣子 平台需要負擔什麼樣的相關責任嗎 我發現這個APP其實 他蠻容易註冊的 我在註冊的時候 好像我只需要變紙鏡像 我就可以註冊成功變成會員了 那他也沒有嚴格審核我的年齡 平台層 在年齡上的把關要再嚴格一點 像你昨天晚上下載 你有算過就已經有幾個人迷你了嗎 很多耶 哇二三十個吧 我滑給你看一下 雖然這個APP它本身是防止截圖 跟防止直接錄影 可是你沒有辦法去防範人家拿另外一支手機來 就像這個個案嘛 平台本來就知道 傑丁他要做偷錄直播主的動作的話 那我們剛剛提到 傑丁他是有妨礙秘密的問題嘛 那平台本身他也成了共犯 而且如果平台因為這樣子而增加獲利的話 那他有意圖引力 所以我覺得平台他也會有觸法的問題 只要他有收證就有證據 而且這已經既定事實了 而且新聞也都出來了 他的身邊的親朋好友也都發現說 他的聲音出現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不只有物證他還有人證 像觀眾請直播主做一些指定的不雅動作 像是花錢是老大的概念 這種是OK的嗎 如果說他們只是在平台上面 用平台的積分 有點像斗內那樣子的形式的話 我不能說他違法 但是如果他們有私下的其他的交易 約出來做其他的性交易 可能就會有造成 社違法是有所在法律的邊緣 那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 跟這個直播主講好 我們賠償你多少 他覺得他可以接受 能夠撫慰他受傷的心靈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落幕 那依君可以幫我們分析出 三招教大家自保的方式好了 不要洩漏太多你的個人資訊 不要讓其他陌生人知道 你住哪裡 你叫什麼名字 你的家人在哪裡 直播之後 如果有要約私下的行為 我建議是千萬不要 尤其是千萬不要約私下的性交易 絕對就是違法 而且雙方都違法 針對一般使用者 我們也要提醒一下 因為現在實在太多這種 網路交友衍生的大片 只要對方跟你說 要私下加Line私聊 最好是不要 因為一旦加Line私聊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大片 最後一點 我們還是要提醒家長們 一定要注意家裡的3C產品 太多的都 Whatever 是天津 你坐在這兒 甚至是天津 你們好會 可以喝到某個 你心是在這兒 我還會喝到某個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